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说 使他回自己家里去 我要见我的面 压沙龙就回自己家里去 没有见王的面 以色列拳地之中 无人像压沙龙那样俊美 得人地称赞 从脚底到头顶毫无瑕疵 他的头发甚重 每到年底剪发一次 所剪下来的 按王的瓶秤一称 中二百社克勒 压沙龙生了三个儿子 一个女儿 女儿名叫他玛 是个容貌俊美的女子 约压他非常善于观察大卫他里面的心思意念 他知道大卫想让压沙龙回来 可是碍于律法上的要求 压沙龙回来就需要被杀 因为他杀他哥哥暗嫩要血在血环 可是暗嫩已死 大卫很可能也面临王位传承的问题 因为这个老二吉利亚一直没有被记载 他的生平 所以很可能很早就死了 那王位继承者可能就是老三压沙龙 所以这个约压就安排了一个哥提亚的妇人 演了一出戏 那聪明的大卫也知道 这是约压派这个妇人来 让大卫自己有一个下台阶 因此呢 大卫就允许约压往北方的基数 基数王 他就是压沙龙的外公到那里去 把约压 把压沙龙带回耶路撒冷 二十四节王说 使他回自己的家里去 不要见我的面 压沙龙就回自己的家里去 没有见王的面 大卫虽然不杀压沙龙 而且让压沙龙不要逃亡在外 可以回到耶路撒冷 但是呢 他仍然不愿意见压沙龙的面 因为心中想到暗嫩的死 他心中仍然是耿耿于怀 而且压沙龙回来 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跟压沙龙 重新来建立关系 二十五节以色列全帝之中 无人像压沙龙那样俊美 得人的称赞 从脚底到头顶 毫无瑕疵 代表压沙龙 长得真的是非常俊美 英俊 而且体格健壮 大家都觉得他一看就是做王的料 他就是像一个国王的料 所以代表怎么样 大家认为暗嫩已死 应该压沙龙就应该起来当国王才对 看起来他很像当国王的料 他的头发甚重 每到年底减法一次 古代靖东的人都非常看重他们的头发跟胡须 他们都是蛮多的留长发 胡须也留得很长 跟我们现代人的装扮不一样 所以胡子漂亮 头发漂亮 这个人就被认为是帅哥 那压沙龙他的头发很多 所以他每一次剪头发的时候 那用这个王的天平秤一秤 重200色颗勒 这个是蛮重 大概2.3公斤左右 代表压沙龙他的头发非常的茂密 然后看起来就是非常的英俊 就是像一个王的样子 压沙龙生了三个儿子 还有一个女儿 女儿名叫他玛 是个容貌俊美的女子 这边没有特别提压沙龙三个儿子叫什么名字 反而特别提女儿的名字叫做他玛 跟之前因为被这个暗嫩强暴的那个妹妹他玛是同名 所以代表什么 这个作者在这边故意留下一个伏笔 暗示压沙龙心中并没有忘记 她的妹妹 暗示压沙龙一块铁 不如仍在那里 现在要许我见王的面 我若有罪 任凭王杀我就是了 于是约压去见王 将这话奏告王 王便叫压沙龙来 压沙龙来见王 在王面前俯伏于地 王就与压沙龙亲嘴 他免于一死 而且可以回一路撒冷 但他的父亲不愿意见他 而他又觉得自己应该要成为王位的继承人才对 可是父亲就是不愿意见他 那怎么办呢 他就开始想到一个方法 压沙龙就打发人去叫约压来 约压是他的表哥 上一次也是约压洞察大卫的心意 所以让这个大卫可以允许约压 去把压沙龙带回来 可是呢带回来之后已经两年了 大卫仍然不愿意见压沙龙的面 所以这个时候约压对压沙龙的态度也开始有所转变 所以当压沙龙打发人去见约压来 要托他去见王 约压却不肯来 第二次打发人去叫他 他仍然不肯来 所以有可能这个约压 他看这两年 好像大卫王对这个压沙龙不理不睬 约压是不是压错宝了呢 所以约压对于压沙龙的事情 就不积极不理不睬 三十节 所以压沙龙就对他的仆人说 你们看约压有一块田 与我的田相近 其中有大卖 你们去放火烧了 压沙龙的仆人就去放火烧了约压的田 于是约压就起来 到了压沙龙家里 问他说 你的仆人为何放火烧了我的田呢 压沙龙回答约压说 因为我打发人去请你来 请不动你 因为我要托你 让我可以去见王 要替我说 我为何从基数回来呢 不如仍在那里 现在要许我见王的面 我若有罪 任凭王杀我就是 压沙龙说 我两次打发人去拜托你 让你能够替我到王面前传话 传什么话呢 我希望你可以代表我去对我的父亲说 我为何要从基数回来呢 你为什么允许我回来呢 我不如仍然留在那里 你又不肯见我 对不对 那为什么要让我回来呢 那我要见你的面 那我若有罪 就是说王如果你还要追究 我杀死暗嫩的罪 任凭王你杀我就是的 你也不杀我 又叫我回来 又不见我 那干嘛叫我回来 我还不如继续留在基数就好了 王你到底是要怎么样 我想要请约压表哥你 去帮我传话给我的父亲 可是你都不愿意见我啊 我只好放人烧了你的田 你就会来找我了 于是这个约压没办法 他就去见王 将这个话奏告给王 王便叫压沙龙来 压沙龙来见王 在王面前扶扶于地 王就与压沙龙亲嘴 代表王就赦免了他 愿意与他和好 我们一同来祷告 我们看见不仅约压 臣服很深 压沙龙也是功于心计 主这个家里面真的是纷纷扰扰 主我们恳求主 让我们每一个人从大卫的例子里面 学起教训来 求主给我们聪明智慧 让我们善于治国 也善于治理自己的家 让我们善于治理教会 治理自己的事业 也善于治理自己的家 因为家里面都治理不好 哪里来的信心跟能力 去把国去把教会 去把我们的职场经营好了 求主恩待每一个家 充满了神的爱 充满了彼此接纳 充满了彼此的扶持 主啊 求你祝福每一个家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愿神赐福大家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